我知道 然后我跟你妈讲 我说这个行业很不错 我说阿姨要一起来做做看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的那个 谁的脸型你们比较喜欢 喜欢小康的扣一 喜欢小峰的扣二 是你们喜欢 不是堂堂喜欢 家人们咱别搞错了 这是员工 你们不要搞错 就是你们自己喜欢 你们自己喜欢跟我没关系 都是喜欢你了 可能我不说话的话 大家觉得我是个 两个都喜欢的人有 谢谢 紫衣服的男明星 谁紫衣服 可以扣一跟二 一二一二一二 看后面的衣服 都喜欢 你看真的都喜欢 那我问你俩 就是你俩有偷看我的视频吗 有没有 有偷看一点 基本上不是叫偷看 就是大家推送给我 我们公平正大的看好吧 怎么怎么 那我那我问你俩 你俩觉得大宝怎么样 一个一个大 不准不准对词 看看我身边的人是怎么看 好不好 家人们 其实我刚开始就坐在旁边 看家人们跟唐总在交流 然后我觉得大宝人是没错的 但是唯一就是 他让唐总不开心 这件事情我也是 大家也是一直像我一样支持唐总 唐总的选择 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就行了 如果说大宝要很真诚的去挽回 而不是只发发视频 就是拿出诚意 拿出行动 去让唐总开心的话 我反而是 反而是我也很支持他的 但是我就看大宝后面怎么做吧 好不好大家都一起期待一下 我们是要我们男生嘛 比如男生看男生之间看得准 就像女生看女生是不是坏女人 或者是他看得特别准 那我们男生也是 我们男生就看男生也很准的 我们男生就不说什么虚的 就看实际行动 你大宝不是说你隔空啊 喊话呀 去拍视频呀 去讲去痛哭呀 去瘦啊 那可能是因为他生病啊 他瘦了 不一定是因为是想堂堂享受的 对不对 我们要看实际行动呢 他到底为堂堂付出了什么 是不是 你看堂堂 堂总为大宝他付出了那么多 还帮大宝去还债呀 没有 别别别说这 目前呢 什么的 哎呀 堂堂也一直在帮大宝 但是我们就开始乱说话了 没有没有 我下一步就看大宝怎么做嘛 大宝是不是对堂堂是有真心诚意的 对我们就期待一下 平常可能我不太了解 但是会看直播有时候会关注大宝 会关注堂总 然后呢 大宝感觉还是很真诚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社会嘛 真诚的话 有时候要付出行动嘛 我觉得哪里吧 要敢做敢当 我是这样理解的 可能不太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小康 啥叫敢做敢当啊 没事你说 今天说什么都恕你无罪 没事你说 就是我一直挺挺挺那个 挺那个说实话 对此出镜的话 没事 你别紧张 不爱说 但是呢 既然大宝堂总要出镜的话 那我就当个人形背板 然后站在这里 我们要说到做到嘛 对吧 啊 这样的话 我觉得 没事 我就问你 你就你就单从 你是个男孩子 大宝也是个男孩子 你从男孩子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大宝怎么样 嗯 我觉得吧 如果我们都是男生评价的话 大宝的话 真的还是很真诚 但是有些时候吧 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嗯 想太多 顾虑太多 嗯 是不是有时候的话 需要跟唐总再真诚解释一下 或者怎么的 我觉得有时候 不能说是他自己在那想 要有时候要 要大胆 要大胆 说出来 要大胆做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误会都会少点 是吧 唐总 嗯 那你觉得假如说你们是大宝的话 现在应该怎么做 哎呀 首先呢 我觉得吧 肯定不能说 只能在视频上说说呀 肯定会跟唐总 不管是正面的 还是还是潜在的 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吗 你可能说你们两个都 哎呀 有时候 是吧 要绝对的话 沟通一下 觉得沟通才是解约问题 最关键的 嗯 是吧 唐总 你们之间有沟通吗 嗯 没有 你看他现在 没有没有 他又找我 这个问题在我 对 我没有回复他 对 咱不能这样说大宝 是我没有回复他 家人们 我没有把大宝拉黑 然后呢 只是大宝 就是每次给我发短信 都是关心我 吃好梅啊 睡好没有啊 然后身体好不好啊 就是这种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是不痛不痒的 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就不太想 去回复 嗯 要做大家多沟通吗 然后就把误会解除了 嗯 我俩没有啥误会 我感觉 家人们 你们觉得 我跟大宝之间 有误会吗 我俩好像 这个不算误会吧 我跟大宝之间 这种 算误会吗 也不算误会吧 我俩之间有误会吗 是不是我记得有个叫小慧的 人生 那小慧是真实存在的呀 我看家人们都在讲小慧是 小慧是不是不好 嗯 对我觉得我俩应该 我俩之间应该 不算是误会啊 我跟大宝之间 你们俩是不是因为小慧的问题 闹得不愉快 你少说点 好不好 你少说点话 小峰 啊 你问题太多了 我问家人们吗 我因为 因为有些详细的细节 又开始了 这家伙 我不太懂 别说话 我看家人们学小康好不好 家人们是 嘘 嘘 他也是个活宝 你少说话 反正我们就支持唐总 这是我们的一直想法 我跟家人 我跟家人们一样 嗯 就是永远 不管大宝也好啊 小慧也好 我们都是站在唐总这边的 我知道你是站在我这边 但是你 咱们说话得公正公平啊 家人们 你有时候 你说一句话 给人家 大宝身上 泼太多 那个脏水了 这样不好 家人们啊 不管我跟那个 大宝我俩在不在一起 在我心里 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 我也没有为他做过什么 我为他做的很少 不算什么 家人们说 大宝放不下小慧 是真的吗 家人们 你 你话太懂 晓风你出去一会儿 你出去一会儿 快 康康把他拉走 他又快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不是我在看 我在看 你可不可以不要念出来 我在看家人们在 你可不可以不要念出来 我不太懂小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就是家人们 你带节奏了吗 这个 一会儿 就是 他跟大宝看俩 他俩是个反差 家人们 大宝是说着说着能把我给气笑 那个小枫是正常把你给我聊着聊着 能给我 能给我整生气了 就是 别念 好不好 因为家人提出来了 我想回答一下家人们 就是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咱咱不聊了不聊了 哎呦 这怪我了 我说了 叫他们两个进来呢 是 咱们整点开心呢 然后结果他俩一来怎么聊聊着 嗯 聊八卦来了 对呀 怎么 又 我们就在聊八卦了 就把它当个开心的事情 聊一聊 嗯 嗯 这本来就是 本来气氛就不太好嘛 唐唐今天也不开心 想让大家把话 当作一个八卦呀 谈资呀 去聊呀 谢谢我孩子送的跑车 唐总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嗯 我卡吗 怎么感觉有一丢丢的卡 嗯 家人们 唐唐卡不卡 嗯 不卡 连你 哎这个华子是谁呀 连你 哎 哎你好 公松跑车那个家人是不是啊 啊对是的 你应该是认识我吧 我是张建华 华子 嗯 有可能你记不起来了 我也可以帮你回忆一下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来咱们直播间 然后 卖那个海参的那个女士 那位女士吗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是嫂子 啊对 她是我老婆 啊 我是她老公 嗯 我是她老公 我知道 我知道 华哥 知道是吧 啊 是这样的 那个妹妹 我上来之后呢 然后呢 其实 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 因为呢 最近呢 我也 关注到了关于你和大宝的事情 然后呢 现在就是你和大宝不是 两个人分开了吗 是吧 这个事情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 当时的时候 我媳妇那边不是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吗 然后呢 有这个粉丝呢 找到我媳妇那里去的 然后呢 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啊 是 我看到了 我粉丝群里面好多人说 联系一下嫂子 然后说要找大宝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我粉丝找到那个嫂子了 啊 对对对 是的 确实是有粉丝找到呢 不许去了 啊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今天我上来之后呢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然后呢 我就感觉 嗯 其实 你们两个人的话 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感觉也是挺替你们可惜的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我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堂堂 我感觉这个事情和你没有 嗯 就是没有 没有你的任何的问题 啊 虽然就是 就是有可能 咱们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不知道我和 呃大宝的话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他呢 是我的 相当于就是我的兄弟 干兄弟 啊 然后呢 这个事情呢 我感觉也是 啊 是吧 然后他穿插了一些事情啊 小灰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知道啊 这个事情呢 肯定是啊 大宝这边做的不对 所以说呢 上来之后呢 我也想和你说一下 也是想 稳一下你的情绪 就是怕你内心不开心 呵 没事儿 哥 但是这个 这个事情 我俩这个事儿 然后还影响到你们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并没有影响到我 其实啊 他呢我也知道 因为因为我为什么今天我要上来说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你好 是因为你善良 是因为在我的心里呢 我感觉真的能真正的能够把你当成我的妹妹 所以说上来之后呢 我也不并不是说我上来之后呢 啊 这个大宝呢 他是我的好兄弟 我要去替我的兄弟去说一些好话 并不是的啊 我感觉呢 这个事情的话肯定啊 然后呢 大宝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所以说我今天呢 才上来的 而且呢 我也知道你的品质啊 我就知道 你在我的心里的话 你就是一个善良的妹妹啊 所以说必须我今天上来之后 说一下这个事情 没事儿 哥你说我听着 啊 家人们 家人们 这个华 这个华哥 他是那个大宝的 呃 算是哥哥 也是他的发小 然后他之前 他媳妇 在咱们直播间 就是咱嫂子 然后在咱直播间 不是 嗯 就是 就是宣传过他那个海参 记得的家人们 扣个一 然后咱们是不是家人去 通过那个购买信息 然后去找了那个嫂子 嗯 记得 对 这个就是华哥 这个就是上次咱嫂子 这就是这就是他媳妇 知道吧 人家两个一家的啊 咱们欢迎一下华哥啊 欢迎一下华哥 嗯 嗯 然后呢 是这样的啊 堂堂 然后呢 我就是说 在我的印象当中 然后呢 我感觉就是说 大宝呢 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差不多呢 就是也没有谈过什么恋爱 然后呢 就是也不知道 如何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说呢 他把这个事情导致到 现在这一步 其实 呃 我在下面的话呢 也呃 也和大宝 然后呢 去和他想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毕竟我感觉 是不是你这么一个女孩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他能够做那样的事情 虽然这个事情 就是说 不是从他 从他身上发生的 但是 关于这个小慧的这个事情 小慧能够穿插进来 小慧能够做那样的事情 对你 从我这里 从我这里 我感觉这一关就过一 就过不去 啊 这个事情还是令我很生气的 我也去找过他 但是呢 嗯 堂堂说句实话 也有可能 大宝他是在乎 所以说呢 他这两天呢 呃 也并没有回我的信息 而且呢 我也得知 他现在呢 一直在生病 然后呢 一直在发烧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 我没有再 没有过多的去 啊 追究这个 呃 那个 就是 去 再去和他 不断的去联系 但是 你放心 堂堂 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找他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兄弟 我才会去找他 为什么 从我说起 我感觉 在你的身上 就不能 就不能做到 对不起 和你说对不起 这三个字 他只能对你好 不能对你